实体店面买不到 有民众想在网络上购买 结果卫生日也是大缺货 没得定 请各位消费者不用担心 我们的货量备货的非常的充足 那我们也会加强我们这个不货的速度 卖场业者表示备货充足 而生产原料的台湾缺造纸工会 也强调目前职场安全库存量 有两个月左右 这两天同发的这个需求呢 我们的职场基本上就是权力的支援 稳定所有的工作 跟所有的民生上面的务情 原料的部分应该在几个月底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台湾目前卫生纸绿布原料 还足够硬印好一阵子 民众不用过度恐慌 试度购买就可以了 华文新闻小新许文男秋节省 学姿一高雄报道 恐慌反映在民生用品 当然也反映在股市上 美股大跌导致于台股货了呢 千万别这样做 您看看这是全台各地的卖场 通通被扫荡一抠 民众疯狂抢去买卫生纸 泡面还有罐头等民生用品的状况 很多人说他们是看到别人买 自己跟着买 也有人说呢 他们担心接下来会锁国啊 或者是人或者是货物 没有办法出去 这些恐慌心态 让这些各大超市员工 捕获不到手软了 但是业者说真的不会缺货 而且我们台湾的备货量 充足的 道指公会也强调 光是以纸类来看 目前的安全固扯 至少是两个月 我们再次提到朋友 不用过路狂狂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